火光噴噴幫忙 我就載過湯哥你了 你也載過我 載過 我很常做健身 你常做的 對啊 您 載我去哪裡 你考慮一下 你考慮一下 我現在 我就想說你們應該沒有載我 今天故意戴眼睛看 會不會認不出來是我 他結婚囉 呃 老師說老師 金磚嗎 金磚嗎 金磚 金磚耶 反正 對 我是從中山區載你上車 對啊 中山區 你會選 中山區你也嫌不通事啊 你是在哪裡 中山區為格嗎 內袋 不是 我是中山聯盟的幾家 喂 我是常去那個啊 六條通就沒喝酒一圈 嗯 也不是 不是 好像不是 那我去哪裡了 你就坐到東區吧 哇賽 完蛋 你一定是去一團 應該是去七樓 對 你是說Massi Massi 內動是吧 趙哥很有職業道的 是 真的 所以大家已經坐到趙哥的車 放心喔 還不會說的 那應該很久以前 很緊 很久以前了吧 嗯 應該兩三年前而已 兩三年前嘛 對不對 所以 然後中一口氣是不是 我想說上個禮拜 蛤 你認錯了 你認錯了 傻眼 那是佗宗華 對 傻眼 好 好 這個 那我 我在身上應該態度良好嗎 你不太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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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理他 不是 我很 我很不喜歡就是 呃 除非 麥仔大哥主動多聊一聊或什麼 我很不喜歡去 去煩人家 是喔 我們也不太喜歡要煩那個藝人 是不是 所以藝人不跟我們聊天 我們也不太會去 探你們的隱私 好 那我懂了以後上車就這樣 嗨 女好 今天我們要聊的題目是 後一後就問了 一次的聊的題目是 直接聊了 沒有 可以有個主題嗎 我有一次也是坐那個 大車隊的車 然後上車之後 他是好像聽到我去的地方是電視台 然後他就說 你是記者喔 然後你為什麼今天還要上班 禮拜天什麼 聊一聊 後來好像知道我是那個 藝人 是藝人 然後他就說 我常常載到你們藝人 像那個誰誰誰 他說有一個 女子團體的那個歌手 他說他在叫車的時候就有寫說 司機大哥不能跟他聊天 蛤 喔 那是你們文展大哥跟我說 就自己爆料 說我載過那個誰誰誰誰 唱歌很好聽 可是他就規定不能跟他聊天 蛤 他可能坐車是要休息 客人可以要求 那還有誰載過 你們兩個都載過 你載過誰 我載過 因為我住安坑 那黃曉樓 艾莉克斯 很多明星都住在很久 喔 那一代之前 靠近新店那一代 對 就是過河壁壇橋以後就算了 OK OK 那邊很多藝人住在那裡 對 黃曉樓私底下還是很三八 還好耶 不太會 他那天正好好像是他 老公新開的餐廳開幕 他正好過處 喔 那一代 對 在地堡旁邊那邊 是 是 是 那張先生你站 你站個很多吧 是啊 他最 認識的就是李亮錦啊 李亮錦 那天在他好像是在躲警察 因為他從 嘉義做公益活動上來 做高鐵上來 他是跟我講說幾點會到火車站 嗯 那我就開始 就到火車站去接他 結果他又打電話說 喔 火車霧點 因為計程車在那邊沒辦法上課嘛 喔 對 對 就開始 又開始繞 又繞一圈 又快到的時候 他又打電話說 喔 現在火車還剛到板橋 哇 怎麼辦 我又到東山門 我又不能在那邊整 警察站在那邊 又開始繞一圈 然後又繞到了之後 他要上車 警察剛好要過來 我就說快快快快 警察來了 所以那天車資有沒有 跟他多收個兩千塊啊 沒有啊 還是到 你為了載他繞五六圈台北車站 有沒有意思多給你一點 沒有 我們還是照表載他 他叫什麼李亮錦啊 亮錦 你要小氣什麼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嗎 你這樣子沒有 你開的時候 他明明是他 繞五六圈 他這樣 他要緣分 就不跟誰 沒有 我們還是要照表收費啊 沒有 我載過藝人 沒有一個跟他收錢的 蛤 你都不收錢 全部都不收錢 你都不收錢啊 對 你是說唱歌還是車資 只有收過他的吧 只有載過他 印象中只有收過他的 為什麼 他吐了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還不是很紅 對 他就懷疑是吧 到底是不是上面是那個 是嗎 應該不是喔 內湖在內湖 陽光街那邊 哇 那很久了耶 對啊 喔 陽光街 將近有 還有你爸爸媽媽 快十年了 對 十年以前 十年 哇 沒有錯 我還沒有想到你會這麼紅 那個節目 我想說不可能 紅這麼久 還做了十年 他給他媽給我 我想說 有這個節目嗎 又要來 謝謝 沒話 那個時候我是夜店老闆 比較注重那個 夜店比這個 比主持人還要紅 對 那個時候 那請教三位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 我們很喜歡的問獎朋友 你們最怕做到哪一種問獎朋友 我很怕跟我聊政治耶 只會說是聊時事 因為 主要是因為我真的不是很懂 然後他可能講了半天 我都聽不懂 然後加上很多 因為我台語很爛 然後很多問獎大哥 會那個 用台語講 用台語講 然後我真的聽不懂 所以我全程都是 嗯 喔 喔喔喔 這樣喔 他還可以一直跟我聊下去耶 因為我拍一下 跟他聊 可是我又不懂 然後我也聽不懂 可是他就會一直聊 一直聊 不是他們真的是太 太 呼召很開心 想要聊聊天 但有沒有問獎 這個司機說 欸你腿為什麼沒有出現 沒有 他們都說 他們都說 遠遠就看到一個 腿很長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就想說今天運氣很好 回去真的跟公司講 一定要講實話 對 你是從那個 景美的那邊上車 我以前住景美 然後我要到內湖Costco 然後我在那邊上車之後 我就跟大哥說 大哥我要到Costco 然後大哥就說 Costco 這就是Costco啊 然後我說 不是 我要去Costco那個賣場 然後大哥才聽懂說 是內湖的Costco 因為我上車的地方 是 這一點就是Costco 好啊 那邊去哪裡 Costco 不要去Costco 好可愛 真的好好笑 對 那個時候 我們又踩大學 然後剛坐這輛車 不是很短 我說怎麼辦 是不是我搞錯了 好冷冷的地步 空口應該在Costco開一個 對 所以我也很怕就是 上車之後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 就不知道我去的地方是哪裡 因為我也不正熟 對 你怒不熟 沒辦法暴露給他 對啊 就鉤子孔 像我比較害怕會遇到 可能開車比較慢一點的 就是正常速度一定是要 因為就是要 我們趕時間 對 因為我會坐建車 一定是要趕時間 所以有時候那種 過度慢的建車我就很怕 所以有的時候 我真的遇到那種很慢的大哥的時候 我就真的會在車上換衣服 我也在車上換過 對 幹嘛 你還要跟他興奮是不是 我就換了 對 太快了 沒有 我整天有那麼像 就只有待會兒答案 對 你在哪兒 就是大家在等你開錄 就很緊張 就只好在車上先把 下一個節目要換衣服先換好 就不管大哥會不會看得到 就先換 當然不管 也不管他玻璃有沒有貼 對 你今天爆料之後 可能沒有運獎要開快的 每個都希望 在車上看你換衣服 可以 好 開始輸食 還不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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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換衣服啊 大不了 太慢的會就是有點害怕 我跟你講 你在台北市做慢的還好 我在花蓮做過一次很慢 慢的 花蓮耶 那慢什麼呢 我們趕快坐飛機 我們上車去 我想我們到那個機場 機場 坐飛機 對啊 坐飛機 最後一班 我可能有點來不及 我就 那就麻煩你趕一下 好 怎麼辦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算了 算了 你也不好意思講什麼 人家搞不好 然後開到 快到 因為那個花蓮機場 快一到的時候 是 就你看到裡面 他飛就飛走了 他也很屌 他飛走了 你現在要去哪裡 開回原理 你這樣跑一趟 看多花不得 你這樣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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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已經是要連生中急速了 我後來還是跟他聊了 我說那 晚上可以去那裡喝酒 因為不能回人家 那你最怕什麼 有一次其實也沒有在很偏僻的地方 就在光復南路耶 我只是要到某一條巷子 但我也不確定在哪一邊 反正他就是從這邊到對面之後 我才發現 因為我看手機 看Google 然後他是在另外一頭 我就說大哥不好意思 好像是在對面 然後他就一邊開一邊說 你要跟我講啊 導航在你手上 然後我想說 好…好像是在對面 那麻煩你幫我過去什麼幾項這樣子 結果一過去 那個項子就過了 我說大哥好像是那一條 那一條 他說 他就說 你要看啊 你不看我怎麼 我這樣子 我不知道 我就那一圈後 我幹嘛還搭機很像 你問說 是不是我那個花蓮的來台北 來台北 他這樣 好像很紅的人喔 而且他還跟我講緣分耶 甚至於說 我下輩子也不一定會載到你 我想說 我才不想再遇到你 就捨得你下車啦 你太美了 既然這問講 對不對 哪裡都要開 只要客人去就要開 那我們常常聽到一些 比較靈異的故事 就有一個 有一個女孩子就是說 晚上可能坐車也太無聊 他說要聽這一種的 我說我有啊 你等一下不要生氣喔 他說不會不會 你講好了 就有一個過年夜啊 就是大過年的過年夜 我再開車 然後有一個阿伯就攔車攔 很緊張 就說他要帶他老婆去種種 我說大過年的 我在開車已經很倒楣了 還有人比我更倒楣要掛急診 好我幫你 結果看到他家就說 你麻煩你幫我上去抱我老婆下來 我說伯母身材怎麼樣 我可以勝任嗎 你們家有沒有電梯 他說沒有四樓 我想說好吧撐一下吧 我就上去 然後進到他們客廳的時候 電燈暗暗的 暗暗的然後伯母 我看他就坐在那個長 長沙蛙椅上坐著 然後頭低低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伯母你身體不舒服 我帶你去醫院 他沒有回答 我想說可能身體不舒服吧 然後我手就過去 要拉他的手要抱他 冷冷的 然後 然後冷冷的 然後我就用兩隻手指頭 靠在他脖子 我說伯母你要節哀喔 可能伯母已經往生了 然後伯母就跟我說 他知道啊 我說那你知道 現在是過年夜 你應該叫救護者 你怎麼會找自診者 他已經往生了 下股了已經變形 而且已經降陰很久了 然後我抱他的時候 他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想 公布喔 不應將超靈異事件 眾人嚇到說不出話